大家好 我是Shirley 今天跟大家拍一條實驗的影片 就是這個 這是一棵豆苗 我昨天去Donkey那邊走過 看到有些人說這個豆苗原來很有趣 剪證下面那一節可以留些根部 再浸醉可以再生 我聽過的人說最多可以生四次 如果是的話就很划算 因為這棵豆苗是9元 我們今天做一個實驗 首先剪掉它 之後就看看是否真的可以重新四次 先剪開袋子 先拿一個盆子 這個 這個尺寸是否更多 可能可以 現在要剪掉 現在要用一份 今晚要用一份 先剪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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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晚要用一份 很大顆 很大顆 如果真的可以中四次 就很划算 平日買這些 買這個份量 都已經是8-9元 這個減少 我先放一點水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其實好像 以前 讀 這個小學做浸的 原來是科學 是這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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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轉這個 這樣浸 這樣浸 好 我們就試試看 它是否真的可以四次 先看 今天是第四天 看看它是長了一點的 不知 長了出來的份量 是否也是一樣 我們就 有待觀察 今天就第六天 我們看看 一棵東西高了多少 都高了多少 我和上一次比 不過就很長 不知等多多少天才可以吃 我們再看看 究竟要多少天才可以 剪出來吃 好 好 好 現在就做一個結論 就是 由我們3號開始剪了這棵東西 現在是16號 差不多兩個星期 究竟它 夠不夠吃呢 種了出來 還有 時間都很久 因為 其實 其實 它 種出來的份量 都不是太多 一個人 可能 我就覺得 如果好像我這樣 吃菜不多 那就可能夠 如果一家大小 都要吃 多多的話 可能要買兩三棵這些 浸 這樣才夠吃 還有它就 長暖不一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中間的位置 大家看不看到 之前剪了那些 它沒有生出來 像生牙一樣 不過 它有些 好像這些 有些 都 不知道 怎麼生出來 總之 這棵東西 種了兩個星期 就是這麼多份量 我每天都 跟它換水 有時候 一次 有時候 兩次 看看是否記得 大家可以自己 試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想自己種來吃 就自己決定一下 究竟 要買幾盆 在家裡 如果有幾盆 可能都要一個空間 因為一盆 我喜歡放在哪裏 都可以 但是要按 差不多一個盆 這個小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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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自己決定一下 現在就剪菜儀式 好了 剪了今晚就吃 不怕吃了一些 化學食 你看 只有這麼少 其實一個人都不夠吃 我覺得這裏 因為這道菜 豆苗 煮完之後 只有花好少 好了 今晚就是吃這個 喜歡這條實驗片 記得訂閱 讚 分享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下次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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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補充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豆苗 我聽有人說可以浸泡四次 我現在是再浸泡的第二次 我發現大家可以買一些給大家看 就是已經有些枯黃 還有再出一些苗 已經一來少了 很弱 還有可能這陣子的天氣暖 那些水呢 其實就是有些味道 因為我已經天天換水了 但是呢 所以這個我就應該不會要的了 應該浸不到四次 那就算它 你擺耐一點時間 它出應該的數量比之前更少 那我現在是剪了的第七 都是一個星期左右 那你看看 好少 那之前那些其實兩三天都多過現在 那所以現在這盆東西呢 我就應該會丟的了 那這裏就是我補充一點給大家知道的 好 拜拜